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志祺七七 每天給你觀點多元的時事分析 如果你不想錯過各種時事和深微一點討論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今天,就讓我們和大家一起來聊聊 產業 AI 化吧! 今年二月,台北榮總宣布說 他們開辦了 AI 門診 聽起來超級酷炫! 那我想,想起來就覺得 這個診間應該會出現一些超級高科技的東西 可能還會出現 AI 機器人醫生 不過在興奮之後,我內心突然感到有點驚慌 想說,難道連醫生這麼專業的職業 也會被 AI 取代嗎? 沒有想到,在仔細看過資料之後才發現 我剛剛的那種腦中小劇場都白想了 AI 門診的診間根本就跟一般的診間沒有不一樣 不僅沒有機器人,連配備的醫療器材也沒有比較多 那為什麼要取名叫做 AI 門診呢? 絕對不是因為有一位醫師的名字叫做 AI 而是因為電腦裡面的軟體完全升級了 讓醫生可以利用電腦裡面的 AI 系統 快速的判讀醫療影像資料來減少人為的錯誤 不過 AI 是怎麼幫上忙的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那你走進 AI 門診的診間時 第一個看到的還是醫生 不過,你之前檢查所拍的電腦斷層或是實證造影 都已經進入了 AI 的系統 並且迅速幫醫生整理好資訊了 那這時,醫生就能好好地諮詢你的病情 並跟檢查結果對焦 進而更精準地判斷你到底這是生什麼樣的病 然後要怎麼樣治療 所以 AI 門診裡面的 AI 系統 並沒有辦法取代醫生 它只是輔助醫生的工具而已 像是台北榮總放射線部的主任郭萬佑 他就有提到 他以前要在數百張的這個核磁造影中 一顆一顆去找的腫瘤呢? 現在只要把影像上傳進系統 大約20秒後 系統就會把哪裡有腫瘤標記出來 還會告訴你腫瘤的大小 可是,AI 系統到底是怎麼做到這件事情呢? I2 技術運作的根本 就是要有非常非常多的數據以及強大的運算力 那這樣我們才能透過整理這些資料 來獲得我們想要的資訊 並應用在不同的技術裡面 像是語音辨識、影像辨識等等 舉例來說好了 我們現在用Google的時候 他有時為了要確認你是不是一個機器人 會給你一張走工格的圖片 然後可能會要你把有車的圖片給選出來 這一方面除了是要驗證你是不是機器人之外 一方面也是在幫Google建構資料庫 而這些資料就有可能會幫助 Google在開發自駕車的時候 能提高自駕車辨識接近的準確率 而這樣的技術我們就稱為電腦視覺 而目前的AI門診就是運用了這樣的技術 我們的科技部先透過了醫療影像專案計畫 來建設了一個擁有4萬6千多個案例的資料庫 然後再聘請跨領域的團隊 開發出了可以自動分辨、判讀醫療影像的AI演算法 而且醫生在每一次使用這套AI系統的時候 也會告訴系統他這次判斷了對不對 而這樣就會讓這個系統一直學習、一直緊負 從剛剛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 要開發一套AI系統其實需要經過很多的步驟 以及不同領域的配合 像是要人負責大量資料的蒐集 也要有人發展強大的運算力 那這個部分就非常仰賴晶片的設計以及製造 而另外,演算法的設計與調整 更是AI科技的靈魂 那這邊就需要非常多資訊工程相關的專業人才 才能讓資料得以應用在各個領域當中 而最後,因為AI的特色就是讓機械 可以具備學習、分析、還有決策的能力 所以各個領域中的專業人才 運用AI的過程更是能讓系統越來越專業 而且越來越好玩的關鍵 只不過,不同的產業所需要的數據 還有演算法可能都會不一樣 也不是每間公司都有辦法聘請相關的專業人才 所以政府為了掌握產業的問題 以及培養AI應用技術的能力 決定以做中學的方式 實際將企業的痛點與AI人才緊密連結 提出了產業出題、人才解題的政策 也就是說,政府它會提供一個平台 讓有需要的企業在平台上面 PO出他們哪裡需要AI技術的資源 而擁有AI技術的團隊在看到問題之後 就可以針對他們有能力解決的問題來解題 等於是政府提供一個美合的平台 讓產業還有人才能夠合作解決問題 很像是去年,就有一間公司說 它希望能夠使用AI拆解出照片中model的妝容 並精確地分析出使用的美妝顏色 而這間公司其實在Android跟iOS 都已經有上架美妝APP 全球的下載量還高達了7.51 並與多家歐美的美妝大廠合作 但他們的困境就在於 他們APP裡面的虛擬彩妝 是透過人工來調整一些餐桌還有遮罩 彩妝裡面的種類就非常有限 也無法複製雜誌上面的妝容 所以就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平台來找到解決的方法 而解決這個問題的團隊是Libang 他們透過神經網路的演算法來辨識出有上妝的部分 並且去除了膚色還有光影干擾之後 就可以拆解出原始眼影的顏色 而當透過這個演算法分析出顏色還有上妝部位之後 就有辦法讓用戶用AR來虛擬上妝 讓原本APP的功能進一步的提升 而另外這個AI模型 還可以把雜誌模特兒的影像還原成素顏 那魯邦團隊他們就說 這樣的技術未來或許可以延伸運用在反恐衛裝 或是犯罪防治等的領域 剛剛介紹的這個案子 只是眾多題目中的一個案例而已 其實AI可以解決的問題 以及可以應用的領域真的有很多 像是這些 而台灣發展AI也非常具有優勢 除了我們有許多高科技的人才之外 我們領先世界的半導體供應鏈 跟世界一流的系統設計以及製造能力 都讓台灣極具研發AI的基礎實力 而相關的職缺近年來也是翻倍的成長 也因此,現在有很多的學生 都希望能朝AI人才的方向前進 除了電機、資工依舊很行以外 資管、統計等科技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另外,為了能夠培育更多的人才 政府更進一步的將AI往下扎根到中小學生 像是今年108課綱上路之後 AI補充教材將可以進入各級學校的正式教育室中 強化學生的資訊還有科技的能力 那今年夏天 經濟部與教育部也跟台灣微軟、Google合作 推出了AI人才培訓課程 招收了約1000名的高中職學生 透過紮實而且有趣的課程 來體現他們對AI領域的興趣還有實力 當我們看到美國、中國都投入大量資源 在發展AI相關產業的時候 我們不難想像,AI將會是引領下一個時代的關鍵技術 而它能運用的廣泛性 也讓許多人對AI的技術投以高度的期望 而在國際間,不進步就會落後的這個情況下 政府的領導與產業、人才的投入都相當重要 所以台灣也透過多項的政策在發展AI的技術 並培育相關的人才 在我們在觀察目前AI的發展時 也會發現,AI並沒有像我們以前看小說、看電影時說的那麼神奇 它主要還是輔助的角色 大部分是幫助我們能更快速、更精準的去解決問題 並無法完全取代人類 也就是說,目前已知的AI技術 並無法進化成真實會思考的AI 從對AI的發展有所期待的角度來看 確實讓人有些失望 但這一方面也會留給科學家更多的研究空間 去發明新的演算方法 如果AI能獨立思考的那一天,永遠不會到來 或許也真是凸顯了人類在宇宙中存在的難能可貴吧 最後我想問問大家,在看完今天這一集之後 你會想要學習相關的技能成為AI人才嗎? A. 當然想,我不掌握它 說不定它哪天就來掌握我了 B. 我不想,我專注在自己有興趣的領域還是比較重要 C. 不是我想不想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QQ D. 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AI可以做什麼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看看AI的相關影片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